这部电影可能预言了人类文明的未来 因为从当下的社会发展来看 我们正在一步步地实现影片中的场景 故事一开始 男人说自己好像在冰块中发现了一只大象 妻子当然不信 立马找来放大镜一看 里面果然冰冻着一只史前猛马像 妻子想到这冰块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于是她打开冰箱 将里面的杂物全部掏空后 发现了让她惊掉下巴里 男人也赶忙凑过来查看 然而也同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直见在那冰箱里面静藏着一个缩小版的世界 随着镜头拉近 一座充满烟火气的小城呈现在眼前 街上时不时还有人叫卖着羊肉串 然而这里的时间比外面的世界要快上千万倍不止 只是片刻功夫 冰箱里的世界就从农耕时代进入到工业时代 一座座污染严重超标的工厂接连出现 整个城市上空都被雾霾笼罩 但是没办法 这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最重要的一环 很快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显然他们正在步入现代社会 两人不禁感叹到人类的伟大 可是很快 他们的科技就突破了两人的认知 随着现代化城市彻底改造完毕 密密麻麻我们从未见过的飞行器在城市中穿梭 就在两人好奇他们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的时候 突然一颗核弹落了下来 就连冰箱外面的男人也受到冲击 核弹瞬间将整个城市移为平地 男人抱怨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 那可是花了几千年才铸成的心血 女人讽刺地告诉她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不正是如此 最后两人只能选择袖手旁观 他们知道有些东西给靠里面的人自己解决 或许这就是上帝的方式 到了晚上 两人估摸着战争应该结束了 于是他们再次打开冰箱 然而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那座城市不仅没有被摧毁 并且还进入到了我们难以企及的科技文明 灯光在楼宇间不断闪烁 星庙绝伦犹如外星科技的大楼拔地而起 随后纵横交错的管道全部汇聚在这座城市中心 很快中心的城市脱掉外面 露出一颗核心装置 两人觉得这一幕简直太不私 但是这还没完 随着那核心的收缩 最后坍塌成一颗光球 在两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中 光球瞬间爆炸 无数道光点冲出冰箱 在两人身边游走 显然是在向两人打着招呼 这或许是他们第一次见到所谓的伤害 双方首次接触完之后 那些光球便再次汇集成一颗球状 到最后直接原地消失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两人露出失望的表情 他们很可能是进入到了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里